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香港当代艺人陆这个节目 我们今天会介绍四大天王之一,泄国仙 泄国仙1904年4月7日出生 出于1956年10月31日,泄国仙原名泄作梅别号平凯 是广东顺德人,是粤剧的男演员 泄国仙曾经学习过京剧,而且他懂得取其所长 以丰富粤剧的艺术,并且不断创新 在静化舞台提高唱、念、做、打的水平方面 改革了剧场的漏杂,培养了后辈等等 对于粤剧的贡献很大 泄国仙以文武生见清,也能反串旅角 而且兼演丑角也很好 所以人家都称他做万能老官 他的代表剧目有胡不归等等 泄国仙是四大天王之一 他有粤剧灵王、万能老官、万能泰斗等等 这些美语 他与北面的梅兰芳,并称为南涉北梅 在舞台实践方面,他根据自己的喪音 不够明亮的特点,就吸取和融会了 朱翅伯、千里驱和白驱荣的唱康特点 从而自己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独特的舌康唱法 从而创立了舌派的表演艺术 泄国仙小时,经常跟他母亲去看粤剧 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戏迷 在十岁左右,青年画剧团就吸收童果 就被他参加了《做人难》和《伤心话》等等 这些揭露社会黑暗的剧目的演出 十三岁的时候,泄国仙就读香港圣保罗书院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曾经以《伟岸少年》 这个笔名写文章,宣传一些爱国思想 在十五岁的时候,泄国仙就中途绝学 十七岁就去到一个皮甲铺做学徒 然后他十八岁就拜了他的姐夫,新少华为师 就改了个艺名叫做泄国仙 在1922年,泄国仙就经由他的姐夫 新少华的介绍,进入环球乐器班 就跟随这个演员朱翅伯 就进行跑龙土,他刻苦用功 接受的能力亦都特别强 他模仿朱翅伯唯超唯妙,深受朱翅伯的赏识 在那时,粤剧在演出前,赵丽会有一场文明的新戏 泄国仙就负起了自编自演的任务 后来朱翅伯在广州遇刺身亡 然后环球乐这个班就从此解体了 接着在1923年,泄国仙就进入了这个人寿联班 因为他比较天资聪明,20岁他就已经做证人了 能够与千里区同台演出 后来,他又去了尼环乐班 日头,他就演丑生 夜晚,他就演小生 当31岁的时候,也得到名单 千里区破格提用 在《三百爵》这个剧目之中 就灑出了《非边自回》的绝招 从此就一举成名 在1925年,他就化名了叫做《张飞》 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非非》影片公司 他自己兼任一个经理和导演 就拍摄并主演物片电影《浪蝶》 在期间,他就爱上了片中的女主角 这个片中的女主角 就是后来的粤剧花旦唐雪兴了 日后,他们两个还结成夫妇 涉角仙和靓兆佳 曾经合演过一些排场戏 例如《唐龙江难怒抢婚》 这个是深受观众欢迎的 成为粤剧艺人《踏足影坛》的第一人 在1927年回到香港 先后参加了天外天班 和新景象班、大江东班等演出 在1929年下半年回到广州 刚刚那时,大罗天器班改了 他就应邀加入了大罗天 并且做班主 他就把班改名做郭先声剧团 在郭先声演出白金龙等剧 并且致力于粤剧的改革 他首先从制度入手 明确取消了施约制的粤剧制 打破了红船的漏杂 给演员以充分的人身自由 并且在演出时制止小贩叫买 严禁人员随意出入 以保证良好的秩序 接着他又整顿台风 廢弃了提光气,倒绝了爆肚这回事 比如说吞生蛇、喝汤、换箭等现象 要求排演忠于台本,唱造念打 不可以随便更动的 在1932年10月 薛郭先举家而往上海 开办了郭先影片公司 后来这间公司就改名为南方影片公司 他和天一影片公司合拍了影片白金龙 在这个期间 他向京剧鸿生、林树心和陈学峰学习 取其所长以丰富粤剧的艺术 各位,今天介绍薛先的生平 介绍到这里就暂时完结 我们下一条片会继续和大家介绍薛郭先的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 同时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这个 阿N与阿Lam的频道 拜拜,我们下条片见